外界質疑院長親自出馬推租政策是在撒幣 那為選舉做準備 那院長怎麼看 這都是政府從方方面面照顧全民 照顧弱勢 這必須有非常強的財政資源 也要有非常強的執行力 過去國民黨執政照顧不到 現在不用酸葡萄 外界質疑院長親自出馬推租政策是在撒幣 那為選舉做準備 那院長怎麼看 全國人民齊心合力 在疫情肆虐的全球不穩的情形下 我們還能拼出最好的經濟成績 經濟的成果就應該讓全民共享 所以我們加薪減稅增幅力 對於租屋主 大家都看到 辛辛苦苦 卻所得 都要很大部分付租金 政府在財力首級 這一次用大破例大計畫 讓整個租屋主 政府能夠從原來只有十二萬戶 能夠得到政府照顧 大舉擴張到五十萬戶 像在台北市 你月薪五萬六千元以下的人 都可以得到補助 而且我們也鼓勵 像育兒的家庭 像很多過去照顧不起的 這一次都大大照顧 這是政府有效力 同時很溫暖 有魄力 才能這樣做 我們不只是做租屋的補助 租屋主 而且連黃東都同樣 受到減稅的照顧 更進一步 我們還把財力 到在學校讀書的中小學以下 斑斑有冷氣 九月還會生生用電腦 進一步還有營養午餐 而我們也看到 就從下個月開始 育兒津貼 也每一個孩子一個月 都可以領到五千元 爸爸媽媽領到五千元 照育兒津貼 這都是政府從方方面面 照顧全民 照顧弱勢 這必須有非常強的財政資源 也要有非常強的執行力 過去國民黨執政照顧不到 現在不用酸葡萄